那时候 谁还能找得到黄金的项目 哥哥既然计划得这么周全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现在不是也告诉你的吗 不 哥哥对我还有事隐瞒 那个蠢子是怎么回事 还有 你让我去找蠢子 让竹下去找蠢子 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喜瓦拉你知道吗 那些黄金和白禄军 就藏在这所医院的药品仓库里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拿下 你看你 如此鲁莽 告诉你 必然坏事 那哥哥你说 我们该怎么办 夺回黄金的事 我是交给了蠢子 而且 他现在已经取得了那些 拔路的信任 他还有这个本事呢 我能这么说 自然有我的把握 详细的就不给你解释了 既然现在这些你也都知道了 我就有一件更重要的任务 交给你去做 哥哥请讲 从现在开始 严密监视蠢子的一举一动 一旦发现他黄金到手 就立刻把黄金截获 然后 将他除掉 哥哥 蠢子是你的女人 而且看起来 也十分忠心 就这么把他除掉 会不会可惜了 你还是太年轻啊 还没有读懂女人的心思 当女人内心的欲望 开始膨胀的时候 就离惹火上山不远了 女人如衣裳 兄弟如手足 你只不过是帮我拖掉了一件 陈旧的衣裳